準備表演的是一個什麼 準備表演的就是四季開花 四架直升機向前俯衝 拉起高度後 再朝四個方向倒轉飛行 炸出一朵花來 這是中國大陸天津 正舉辦的直升機博覽會 直二時武裝直升機 打出一連串白色干擾彈 引起現場的掌聲 天津直升機博覽會 號稱全球唯一有飛行表演的 直升機專業展 中共不時大秀肌肉做演練宣傳 警報大響 中共火箭軍士兵集合裝載物資 這是日前中共官媒公布的演練畫面 但是最新的解放軍報 罕見字曝缺點 就在頭版的左下方 標題為把問題清單變為履職清單 指出火箭軍某部隊戰鬥力建設存在短板肉巷 稱職的人才不足 而所謂的火箭軍是習近平實施軍改後成立的新軍種 掌握控制著數量不斷增加的核導彈 跟常規彈道導彈 明日來火箭軍某部開展軍營網路安全宣傳週活動 先前火箭軍最高領導層兩名上將被撤換 現在中國大陸國防部長消失超過兩週之際 解放軍報還提到推動幹部能上能下常態化 外媒路透解讀中共領導層的不確定性 不僅僅在火箭軍 TVBS新聞章正名陳入文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